香港要重回亞洲四小榮的冠軍寶座了嗎 因為首季GDP表現亮眼有人說 東方明珠是不是要回來了 我們帶你看到第一季的經濟表現 其實可以看到香港的經濟成長率 是來到了2.7% 新加坡就0.1% 南韓0.3% 至於台灣則是呈現負成長負2.87% 那麼為什麼香港會有這麼高的經濟成長率呢 主要就是因為觀光的復蘇 還有內需的帶動 講到了觀光的復蘇 就來看看它的觀光客 其實在近年有大幅的增加 而2020年的時候只有357萬 但是到了2023年 已經沒到了730萬以上了 這樣的人次可以說是不容小覷 那麼陸客也推動了香港的零售市場 那麼零售銷售連5個月是往上攀升 而我們帶你看到的是 很多人都說了 不是在國安法通過之後 那麼很多外資都撤出香港了嗎 那麼外資基業總部的確是撤離了 但是金融的人才卻是留在了香港 因為必須要近距離 牢牢掌握大陸市場的變化 香港會是一個最好的位置 而且香港的高資產人士為什麼跑去新加坡又回來了 第一個就是因為局勢沉澱了 整體交易就看見了沒有太大的改變 再來就是外資的湧入 尤其在新加坡因為快爆炸的狀態 所以新加坡提高了很高的移民門檻 對於這些高資產人士而言也是不小的負擔 因此就放棄了到新加坡去 反而是回到了香港來 那麼帶你看到的是大陸投資香港是逐年增加 尤其到了2021年已經來到了1.367兆港元 可是染紅的香港有什麼優缺點呢 它的優點就是商業環境跟市場的吸引力相當的高 不過當然缺點就是新聞跟民主的自由度 似乎沒有像其他國家這麼高 如果看完了這些訊息 你還想了解更多 不妨掃一掃QR Code 幫你更新最新的世界資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